正所谓是铁打的娱乐圈流水的明星 最近崛起的童星真是不少 现在就让小编来列举几位吧 看过了杨子张艺山这一代童星的蜕变 热过了五磊宋祖儿这一代童星的入学成绩 我们不仅关注之前的童星的发展 更加关注的是这一辈子童星有哪些 今天小编就来给大家盘点一下 2018年最火的童星排行榜 分为总理派和演技派 看一下你们的爱豆 是不是在其中呢 总理派 Hasper今年最火的 莫过于英彩儿和陈小春的儿子 Hasper 在过去Hasper虽然被关注 但是却很少被英彩儿和陈小春曝光 偶尔的曝光也只是被影很少全脸出镜 但是在参加了爸爸去哪儿舞之后 Hasper的名气一下上升屡屡上热搜 加上曝光出爸爸去哪儿溜 也会有Hasper的回归 网友们更是非常期待了 综艺派 恩亨讲 真的在综艺派的童星中 如果你不提恩亨 那真的是孤陋华文了 霍思燕 何度将不是第一次 带恩亨参加综艺了 到那时不得不说 虽然恩亨年纪不大 但是真的很有综艺感 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 也是可圈可演的 如果说恩亨不火 那还有谁是最火的呢 综艺派 布布最近 贾静雯带着布布 去参加了妈妈市超人这个综艺 布布因为黑葡萄一般的眼睛 被大家所熟知 在2015年8月出生的布布 才两个月大时就正式出道了 那是他第一次露出正脸 瞬间就惊艳了一群叔叔阿姨 眼睛超级大 脸蛋萌得像从卡通片里走出来的娃娃一样 眼睛派 夜圣彤彤花千古 九州天空城 到基富市偶像 一千零一夜 夜圣彤的演技 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 虽然小小年纪 但是已经拍摄了很多的作品 说是同行中的小戏骨也是不为过的 更是因为这些电视剧 让小圣彤火了起来 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了他 演技派 阿拉磊 阿拉磊本命崔雅涵 虽然阿拉磊是因为参加综艺节目 爸爸去哪活起来的 但是在节目中他金句雷雷 再加上后期更是参与了电影的拍摄 所以小编将他归到演技派类的 阿拉磊非常的可爱 和董立组成的妇女的 更是让我们爱到不要不要的 萌萌的小脸蛋 更是获得优酷颁发的年度 敲萌宝贝奖 随后跟称龙海MV 出演营救汪星人 零零大冒险的